大家好,我是洛洛 今天给大家讲一部唯美的爱情电影《巴黎燕云》 女主从小被神婆告知只有34岁的生命 而这句话却影响了她的一生 转眼间,女主已经出落成美艳动人的女子 在英国剑桥大学读书 这天大雨滂沱,为了避雨 女主误闯入了大一新生盖一的宿舍 大胆主动的女主在盖一面前脱下了湿衣服 因为雨一直下,女主决定留宿在这里 两人睡在一张床上,但并没有发生什么 只是相互认识 腼腆的盖一马上被这个美丽自信的女子吸引了 第二天盖一送女主离开宿舍 不知道是否还能见面 女主出身贵族,父亲是法国商人 母亲是美国名媛 而盖一却只是个穷小子 尽管女主在学校作风开放,声名狼藉 但盖一却对她一见钟情 不久后,女主邀请盖一参加舞会 两人相互吸引,在台球桌上做了羞羞的事 还被女主当时的男友看到 不过并没有因为此事而分手 几周后,盖一以为自己和女主永远没有机会在一起了 这时女主却找到了盖一 因为母亲去世 自己打算离开英国去各地旅行 而这件事,女主只告诉了盖一向她一个人道别 之后每到一个地方 女主就会与盖一寄信 持续了一年多后就再没来信 盖一毕业了,从事了教书工作 这天盖一在影院看电影时 看到女主在影片中演了一个美艳的女奴 不久后,盖一再次收到女主的来信 女主在巴黎邻居邀请盖一去看她 盖一收信当天就坐火车赶到了女主的住处 用她的话说,世界上其他的事再一次变得不重要了 女主去旅行后也尝试了很多职业 最终在巴黎成为了一名摄影师 还开了摄影展 可盖一没想到女主身边有另一个男人 和一个漂亮的女人,米娅 米娅是女主在路边捡到的 当时米娅在脱衣舞会上班 女主解救了她 那个男人是女主的情人 盖一的到来让她很不爽 晚上故意和女主做羞羞的事 让盖一听到 结果盖一无法接受 吃醋地跑回了英国 不过女主特地来英国找到盖一 因为那个男人不欢迎盖一就和她分手了 之后女主聘请盖一当自己的助理 就这样 三个人在巴黎过起了只醉金迷的生活 盖一也成了众多男人羡慕的对象 和两个大美女住在一起令人向往 但盖一只爱女主 而米娅也一样爱着女主 三个人的生活平静又美好 直到这天西班牙内战爆发 米娅的祖国就是西班牙 在巴黎 米娅也一直在悬疑 希望可以回到祖国帮助一些人 而盖一是个以天下为己人的热血青年 于是两人决定去西班牙 可女主不同意 她认为世上的事都是有命数的 上天自有安排 这一切根本无法改变 何必去送命呢 最终三人观念不同分道扬镳 盖一去西班牙战争前线打仗 米娅成了医疗兵 而女主留在了巴黎 盖一和米娅经常给女主写信 但女主从未回复过 这天盖一在战场上遇到了米娅 晚上休息时 米娅找到了盖一军队驻扎的地点 两人叙旧 米娅也坦白了自己和女主 其实是情人关系 盖一说自己感觉得到还曾吃过醋 米娅说自己也是 两人袒露心声相拥而睡 可第二天 米娅回夜遥队时 却遭到了袭击 死在了战场上 女主收到米娅去世的信息 伤心欲绝 最终西班牙战败 盖一随军队回到了英国 几年后 战争全面爆发 英国也和德国开战 法国巴黎也被德军攻陷 这次盖一成为了一名 间谍工作者 回到了巴黎 这和他梦寐以求的城市 在这里执行任务时 盖一也如愿地见到了女主 可没想到 女主成为了一名 德国军官的情夫 这很符合女主的个性 及时行乐 不在乎他人的眼光 可盖一不明白 为何女主要和德军纳粹在一起 米娅可是死在德军手中 于是盖一来到女主家里 打算带她离开 但被女主不情地拒绝了 女主并没有告诉盖一 无法离开的真正原因 她和德国军官在一起 其实是为了获取情报 一次任务中 盖一暴露了 女主救了她 给她准备了臣妇的衣服和自行车 并在外面和德军调情 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让盖一成功逃脱 由于身份暴露 盖一回到了英国 这时长官才告诉盖一 女主是潜伏在德军身边的间谍 用微型降机拍照提供情报 她所提供的情报 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知道真相后 盖一幻想着战争结束 就可以和女主在一起了 后来德军终于战败 被战争袭击后的巴黎一片狼藉 女主由于和德军在一起过 遭受到身边所有人的白眼和嘲笑 这时那些战争中没做过什么贡献的人 都纷纷跳了出来 将和德军有过关系的女人都抓了起来 用无知的方式 宣泄着自己的愤怒 女主也没有幸免于难 而这年 女主刚好34岁 盖一终于冒着枪林弹雨赶到了巴黎 来到女主家中 可剩下的却是一片狼藉 在这里 盖一找到了女主生前写的一封信 信里面写道 曾经我以为万事已注定 冥冥中自有天数 直到有一天我意识到 所谓的像命运低头 就是像自己低头的失败者 盖一看着信泣不成声 故事就到这里 女主从小知道自己只能活到34岁 她也如此地相信命运 所以她及时行恶 也只活在自己的世界中 直到蜜亚的死 她意识到她两个最爱的人都不在身边了 或许这就是命运 就是要战争分开他们 但她这次没有向命运低头 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去结束战争 挽救爱人的生命 不过看完这部影片 乐乐在想 如果从小知道自己只能活到34岁 会选择怎样的人生呢 人们总是觉得时间还很多 等自己优秀了就去表白 等有钱了就去旅行 等既有钱又有时间了就多陪陪家人 可有时候的等待却变成了永远 有些人你现在不爱就没有机会爱了 有些事你现在不做就没有机会做了 影片中的34岁像是宿命 对应现实 我觉得更像是生命中的长度 我们无法决定生命的长度 但却可以改变生命的宽度 就像我们无法决定怎样死亡 但却可以选择如何活着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喜欢记得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哦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